大家好,我是家,本期要接著講的是大力國篇下 上次講到麒麟對陣身 一開始不論麒麟怎麼攻擊身 身的防護罩都一一防住 而且之前也有提到他的防護罩能夠產生衝擊波 雖然衝擊波速度很快,但麒麟也不是蓋的 但這樣會沒完沒了,所以他決定速戰速決 他的速度快到連身體都出現了殘影 他快速的往身身上看,像是有好幾個分身一樣 還能順便比個YAY! 就這樣麒麟持續的打擊,身的防護能量也快耗盡 抓到機會的麒麟趁勝追擊,可身卻消失了 他開啟了見面模式 你一刀我一刀的,生忍不住稱讚麒麟 你真的很強 我也這麼覺得 之後他們身邊圍繞著一堆機器人 雖然這些機器人對麒麟來說是破銅爛鐵 但對生來說,他們則是用來填充能量的彈夾 你再厲害,始終只是肉體 只要我補充能量,就能不斷戰鬥,直到耗盡你 我已經看穿你的攻擊了 麒麟也忍不住的誇獎,那還挺有效率的 果然絲絲坦過的作風 接下來麒麟開始了他的表演 以氣為飲 這招就像野獸,就像閃電一樣 就跟招式一樣的雷霆冠軍,攻擊分裂的開來 你說可以看穿我所有的攻擊 但我的劍氣,連我自己都無法預測 而生做好了準備開啟了防護罩 但麒麟的目標遠不止如此 那些分裂開來的攻擊,其實是為了那些補給的機器人打的 生知道情況越來越不妙 所以他讓所有的機器人合體 並且自己開啟了最上層的防禦,絕對防禦 開啟的理由是想讓所有的導彈射向他們 麒麟也被這槍林彈雨逼得不行 所以他要堵上這集,速戰速決 突然有個強大的劍氣 這招遠遠超過剛剛的雷霆冠軍 生卻再次表示 你的進攻路線,動作,我已經看穿了 所有的導彈飛向他們 你看穿了我的進攻路線 麒麟有所目的 他殺氣等等的說 我原話奉還,奧義 他的身邊佈滿了雷電 這次麒麟的速度更上一層 那瞬間麒麟打出了破防 擊灰了深的防護罩 深被徹底的擊敗 核心損毀,動都不能動 他只說了一句 暗影刺客,深不可測 身為敵人,這是給予對方莫打的尊重 而麒麟那時為了硬要打出破防 導致他還被導彈擊中 雖然獲勝,但同樣遭受到重傷 翹深嗎? 你也不賴 接下來麒麟趕著去救國王,笑不點 因為暗影刺客接下的任務 絕不失敗 關於森跟麒麟,我豐富的想像力 又幻想出了一個故事 在這場戰鬥中,麒麟與深算是解釋了 彼此英雄惜英雄 往後成為自己的可能性也不小 那我們再連接到 秦鳳長得像深這個問題 以及他滅了數個宣武國門派 最後獨自單挑BOSS 那我覺得有可能麒麟跟曾經的首領 打過之後被殺 那些門派的掌門則是首領的助力之一 所以身為麒麟的自己 他先是幹掉門派的掌門 接著一步步的走到單挑首領 你們不覺得這個故事相當合理嗎? 請你們按讚留言開啟小鈴鐺謝謝 拉回來另外一邊 莫浪招收到了重傷 他感受到體內的血魔之力正在蠢蠢欲動 斯坦國這時又派出了更強的精英 他們綁走了國王 此時想救白起的李瑤再次伸出援手 你跟公主跟我走 我就放他一馬 但白起最後還是選擇了與斯坦國為敵 不過小不點並不這麼想 他已經加破人亡 不希望再有人因此受到傷害 更不想讓身受重傷的莫浪被牽扯進來 所以他選擇跟他們走 最後他向莫浪道歉 再見了 他聞了莫浪後 有著淚離開 看著小不點離去的莫浪 無論用什麼力量 我都要繼續戰鬥 哪怕會把血力全部耗盡 我也要保護他 開啟邪魔之力的莫浪以及白起引戰 眼看不對的李瑤也只能參戰 在這個時候炎炎化解了李瑤的攻擊 在這個時候炎炎得知國王已經被抓走 他想到了國王的話 並且立馬打暈小不點將他帶走 要是你也被抓了 我找誰要攻擊 這邊打得怎麼樣我就不贅述了 重點是莫浪終於開啟了跟赤雅一樣的血魔護體 血魔也被召喚了出來 題外話我覺得這個血魔看起來好像比較強 但莫浪卻沒有扛住所有的傷害 不過後來白起給莫浪威脅後 莫浪滿血復活一下就幹翻了敵人 隨之而來的就是擁有瞬間見面對手的力量 與此同時他也陷入了血魔打法會有的缺點 他漸漸變得瘋狂而且失去意識 就在他瘋狂的想吸白起的血時 他忽然拉回了意識 克制自己 寧願傷害自己也不要再吸同伴的血 最後莫浪因為身受重傷倒下 之後那個打輸莫浪的斯坦國人放棄了體術的攻擊 而是用軍艦來抹殺這個國土的所有人 白起帶著莫浪到斯坦國的飛機上試圖逃走 但白起一個人根本敵不過斯坦國的襲擊 他準備用最後的餘力來保護莫浪 最後莫浪醒了 他們都被壓在飛機底下 等到麒麟來救他時 斯坦國人持續地向他們攻擊 麒麟只能顧及自己的土地 閃過爆炸後 他的身體也達到了極限 這時白起探出頭來告訴麒麟 暗影刺客被導彈炸死 會被笑掉大牙的 他試圖讓麒麟安心地離開 我會記住你的 白起 而莫浪與白起在對言後 白起告訴他 對了 一直以來 謝謝你 好兄弟 之後莫浪醒來後 他躺在了床上 那裡有小不點 麒麟 星雲 炎炎 唯獨就是沒有白起 莫浪哭了 他已經流到沒有淚水 才會流成血淚 當他們都在感嘆無法拯救白起時 有個強大的氣場逐漸靠近 麒麟毫不猶豫地拔刀揮劍 並凶狠地問 你來幹什麼 而那個人正是戴昊山的暗影刺客 既然到這裡他們會這樣的反應 那我剛推這清風單挑收鈴的原因 也真的不是不可能 面對麒麟 山的態度明顯不同 先是好好問候 再說暗影刺客不能內鬥 一令拆灰 反正你又打不贏我 雖然山知道麒麟受傷 卻也沒有接著再出招 可想而知 麒麟的實力深不見底 而山的目的就是為了帶走莫浪 並且說著 可以給予他想要的力量 當他拿出血刃淵魔後 麒麟似乎也明白了什麼 只是講 這是他的路 讓莫浪自己選 莫浪問 主已殺死你 當然 你對我這條命感興趣 不 說著 所有人盯著他 我要學習斯坦國 不過在另一頭 白琪卻還活著 因為李瑤老早就認出了白琪 只是礙於之前的不確定 所以不敢干涉太多 但他現在確定了 白琪是他的親弟弟 所以不論用什麼代價 他都要救活他 最後一幕出現在牛斬國 就是我第一篇漫畫講的 莫浪白琪去對付龍的那個山頭 山頭中走出了一個人 他身上有著特殊的紋路 這種紋路在血魔狀態的莫浪身上也能看到 所以這個人 肯定也是個狠人 他說著 我的飛龍勒 我覺得結尾到這裡 非常好 因為我看到了麒麟羽3 終於碰面 這兩大刺客 感覺就是一定要有一些糾葛啊 再加上徒弟的淵源 後面我覺得應該會很不錯 然後最後一幕就太扯了 魔狼這麼能打的飛龍 居然只是你的寵物 會不會他 也是另外一個暗影刺客 那本期的介紹就到這裡 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訂閱按讚留言 記得開啟小鈴鐺並追蹤我的IG頻道喔